冷空气都吹到了广东,这波寒潮有多凶猛,大家好,我是冷空气,降温这种事,原本打算巧咪咪进行,动到几个算几个,但中央气象台已经预告了我的到来,11月16日6时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,这也是下半年来首个寒潮预警,广东也将加入降温群聊,为避免误会,跟大家说下我的行程安排,大体上来看,我的计划是冰冻全国,降温加大放弃, 大风加雨雪套餐安排上来,16日白天至18日,全国大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,气温普遍下降6至10摄氏度,其中新疆北部,内蒙古中西部,黄淮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2至16摄氏度,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先后有5至7级,阵风8至9级偏北风,新疆山口地区风力可达10至11级,新疆南疆盆地,内蒙古西部,甘肃和西地区, 宁夏、陕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洋沙